日本的北海道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清晨发生了6.7级的地震 现在已经确认至少7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日本方面也出动了自卫队来进行救援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基因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了解有关最新的灾情 小玉你好 小玉是不是能跟我们先谈一谈这次地震现在灾情如何 另外我们知道北海道是非常受外国游客 其中也包括中国游客的青睐的 这次的地震是不是有外国游客发生意外的情况呢 是的 郁文是这样的 日本气象厅公布今天星期四日本时间凌晨3点08分 发生在日本北海道的地震阵级为6.7级 那么位于镇中附近的后真丁观测到了日本地震标准的7度 这是日本北海道首次观测到这样强烈的地震阵级7度 这次地震导致了大规模的停电停水 曾经一度达到了295万住户停电 现在停电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供电 另外飞机停飞铁路运输中断 公路多处关闭 位于镇中附近的新千岁机场 今天星期四一整天所有的搬机包括国内和国际搬机都被取消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确认死亡人数为9人 另外还有30多人失联 另外还有近300多人受伤 北海道设置了400多个避难所 目前有3700多人正在那里避难 日本政府的对应措施 今天清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就表示人民关天要全力以赴应对这次的地震灾情 日本政府立即成立了对策室 并且在今天出动了自卫队大约近5000人来参与这次的救援活动 还派驻了直升飞机 还表示今后要将这一人数扩大到2.5万人 我们知道明天7号日本自民党将这个举行 总裁选举战拉开帷幕 那么对于力争要三连任的安倍晋三 在这次震灾的表现将关系到他的选举结果 不过自民党决定在未来三天将自主限制选举活动 并且取消了在本周六预定举办的候选人的辩论会 另外针对对在北海道的外国人和外国游客的对应 刚才我这个采访了北海道地方政府 他们表示今天已经开通了针对英语华语和韩语 这三种语言的热线电话 这个电话是从每天的8点45到晚上的5点30分 电话号码是0112045937 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是0112045092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在这次地震中 有关外国人以及外国游客发生意外的消息 不过日本气象厅表示 在今后的一个星期 还有可能发生7度以上的强烈余震 呼吁人们保持警惕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谢谢观看